那是不是最後一節?還是最後?第四節 還想到可以早點休息 因為在英國裡面真的很熱 其實這裡就是熱波 那有機會就是這次就是破了 就是有時以來在夏天裡面最高最熱的紀錄 其實都發了那些什麼酷熱的天氣警告 那好像說這裡叫救護車的紀錄也是創新高 那還有你要知道 英國這個地方正常的房子就沒有什麼冷氣 那所以如果真的好像 我記得那時候日本一些 那你在東京啊 在京都啊 在大阪那些房子應該都有冷氣 那但是有一些村的地方 那時候不是說熱波 可能一些老人家都是在家裡小小的 那因為真的沒有冷氣其實就很難頂得泡 那在英國有些地方都是這樣 那所以都 坦白說這裡的熱波呢 都容易頂過在香港的 香港始終都是濕度太高 那所以這個體感是真的好 就像是走到街上轉角買杯咖啡 應該是等於不如自己拿個花灑 堆濕了自己才下街 那但是這裡就沒有這麼誇張 那但是都全年都是一個熱的時間 那所以都要適應一下 那整體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再說多一點點安倍的情況 因為就是在安倍真是一個挺厲害的一個首相 那我印象中呢 我記得的日本首相呢 開始有些印象的話呢 就是村山富士開始 那雷種應該什麼 羽爺中有啊 這些你還記得的 我就真的沒有印象 你也沒有印象 那這個有 這個就開始有印象了 對我來說 由村山富士開始 不是 海埔鎮樹我們有印象 OK 之前那個什麼 什麼 羽爺中 那個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OK 那可能他又短壽命一點 可能真的太短了 沒錯 功澤起一 你可能是 因為名字近似 功澤李慧 所以你才會 應該都像是 那所以就是 在功澤起一等等性呢 然後 應該這麼說 村山富士之後呢 每個都有些印象的 就是喬本龍太郎那時候 就是 小泉上一郎呢 喬本龍太郎那時候 都是文望是挺高 所以都是做了成932日 都是挺厲害的 那 那我覺得喬本 那時候跟美國總統等等開會 等等性都是比較強勢一點 那但是之後 小冤衛衫啊 心喜朗就比較短一點 那當然去到小泉純一郎 也是比較型一點 我覺得 就是 因為有些日本首相呢 外表呢 就不是很討好 那但是 小泉純一郎呢 我覺得他髮型啊 還有等等性的 那個樣子呢 我覺得都是很討好 那所以就是 比較自由的嘛 是啊 挺喜歡看下去 覺得 當然自己沒有票 投不了 那但是去到麻生太郎呢 就很 傳統老史忽職 啊 絕對是 很討厭這些 田安倍也是 是啊 絕對是 那所以是一般的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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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輕輕有些印象 那奸籍人 有一些 野田佳燕 然後 就是安倍晉三 所以看到有多誇張 就是 小心按 那 基本上是平成時間 你看到每一個都是幾百日幾百日 最聰明的都是小泉純一郎 去到做到一千九百八十日 安倍晉三 就是 如果你計算 就是第一任的話 是有三千一百六十九日 所以你看到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 在 就是日本首相的歷史之中 真是一個最長 不是浪得去明 是有 那你這個list 當中 應該 尊三富士應該是 不是自民黨的 而奸籍人和野田佳燕 也是民主黨的政府 那其他時候都是自民黨裡面的 不同派系的 一些 那所以自民黨都是 就是 傳統來講都是 就是一個 一個 就是霸領了整個手上的位置 除非就是自民黨 非常不爭氣 而就是 稍微有少少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日本政治的常識的話 都知道 就是整個日本政治 就是 不是自己的手上 其實那個 自民派裡面 是很多派系 就是那個派系裡面的 哪個才是 哪個才是 可能甚至是 後面是影響到 手上的 那個 那個決策都不出奇 那麼 如果我錯 KO糾正 但是自民黨的派系 你想想 是 中樹那麼中 就是 七十年是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到現在 福田 安倍 深 然後到安倍派 那麼基本上 整個自民派 最大的派系 如果根據這張照片 就是安倍系 有差不多九十四人 那麻生派 都是一個 大的派系 五十三人 茂木派 那麼岸田現在的 手上 其實都是小的派系 就是 比起安倍和麻生 只有四十三人 但是因為 如果 我錯了 KO糾正 那麼安倍系 都有贊成 岸田 所以岸田可以 按到手上的位置 那麼 所以你看到那些派系 都是 好像細胞分裂 或者分完裂 然後又合併 所以你看到 就是 從七十年代 到現在 基本上有些派系 分裂了之後 又合併 等等 那麼安倍就 很年輕的 過生 沒有做一個 很長遠的 接班人的 一個 安排 那好像說 有個 就是 下一任的 指定一個人 去 可能 繼承回 一個政治遺產 但是 可能都不夠時間 給他去發揮 或者去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 那麼 另一件事就想說說 就是 就是 他弟弟就叫 安順夫 那麼 未必各個網友都知道 為什麼 安倍晉三就姓安倍 安順夫就姓安 為什麼他的包弟明明是親生弟弟都姓安 叫順夫 K.O.可不可以解釋給網友 聽 我也不太知道 就是他應該是 就是 就是 他外公叫岸順戒 就是如果是這樣 就是他弟弟可能是跟媽媽那邊 成 他就好像過契了一個 下去 舅父岸順和那裡 因為他是沒有兒子 那麼我不知道 原來日本也流行這件事情 那麼 就是 因為舅父就沒有兒子 那麼 所以就把自己的弟弟 就是 過繼了給他的舅父 那麼 所以就 其實都是 安倍家族的 但是就 過繼了姓 岸那邊的舅父 那麼 那岸順夫現在就是 就是防衛大臣的 那之前 就是 應該都是見過美國那個 就是 國防部長 那麼 應該在安倍 就是過了生之後 那 岸順夫都是說 就是 就是 都是還是重申 就是 雖然我們不認同 我們覺得 就是 邪惡的美帝 以及這些 日本的軍國主義 這些 應該就是一直這樣 對我們 就是中國虎視擔擔 我們這些 絕對是否認的 那麼 安倍經常都說 就是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麼台灣有事 那麼這些是中國的內政 無關你的事 對不對 如果以回 一些 一些小粉紅的理念 那麼 就是安倍的 就是之前 就經常說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如果日本有事 就是 就是 日美那個 防衛協議的一個事 那麼 所以就是 回到美國 所以不斷地 這樣 那麼 那麼 所以在台灣裡面來講 都幾誇張 台灣其實是 就是 一個 就是 下半期 就是 去 自哀悼的 那麼 就是 可見台灣 對於 日本 我想那個關係 是不是由 就是之前那個 就是 是不是 大地震的時候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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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又捐了很多錢 給日本 那麼開始就是 當然他們的關係 就不止 就是去到大地震的時候才開始 那麼大家都知道 就是 整個二次世界大戰 他在台灣裡面 就是 就很少是去到 好像 中國 大陸方面 就是有那麼多什麼 七七事變 那麼多的 就是南京大屠殺事件 在台灣呢 他就好像是 就是 建立了一個 就是叫做 水果或者一個 水里的一個工程 他是發展台灣為主 就比較少 很殘忍地 屠殺了很多 就是當時在台灣的人 那麼 所以就算那時候 就是台灣 就是因為 異戰的原因 日本投降敗陣的時候 有些台灣人 甚至是 捨得日本離開 甚至譬如 有些前的 台灣的總統 譬如 這個 那個 突然忘記了 李登輝 對了 李登輝 李登輝他的日文 還流利過他自己的英文 那所以 他有一個本名的 叫做岩里正男 是啊 所以就是 很明顯地 他們和日本的關係 都非常之濃厚 甚至我認識的 有些朋友都是 可能爸爸是日本人 媽媽是台灣人 所以他是一個 就是 又會說普通話 又會說 就是一個 日文的一個 就是 台灣和日本的混血液 所以 1949年之前 其實日本都做了 就是 這個台灣做了 日本差不多 50年的殖民地 所以 這個淵源 是很深的 是啊 所以這次 上次 就是台灣 不夠疫苗的時候 那 就是 在日本方面 都捐了很多 AstraZeneca 的疫苗 給台灣 所以那時候 在101的塔裡面 又說 感謝日本 等等 其實你看到 關係都是非常密切 撇開一些政治的話題 但有一件事 想問回 KO 你覺得 安倍 在自民黨裡面 舉足輕重了之前 那你見到 派系 這裡就寫 94人 那所以 你覺得 安倍的 政治的遺產 是會 細胞分裂 又分回去 給茂木派 麻生派 岸田派 還是有人可以 繼承得到 安倍系的 一些政治資產 我這個 我真的不熟 真的沒有 哈哈哈哈 但是你見 其實每一個派 他都有 就是 其實他分佈 都不是說 有一派 獨大 那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 能夠選出一個 總理大臣 選出一個 首相出來 都是不同派系 當中協商 那一定要多過一個派系 就是 組成 才推出一個人出來 那所以也很難說 是不是安倍派 下一批就已經可以 推出一個人出來 明白 那也要看回日本的情況 就是 一個人的小小 似乎就 激起整個日本人 就是我都跟一些 日本的朋友聊 那他都 都非常之疼 甚至 好像我看到 有些香港的日本餐廳 都是 有些悼念的工作 那 在香港裡面 好像都是 有些 我看到 好像是 譬如 在日本的 香港 領事館 那 在香港裡面的 日本領事館 都開放了兩天 給公眾 就可以去 就是 住香港的領事館 就是可以 就是 悼念等等 那 都非常之疼 如果大家有時間 應該就關掉了 但是應該電子板 可能還是有機會 可以悼念 就是如果大家有時間 或者 對於 安倍晉三的事件 都非常之疼 都可以做些事情 那 似乎都是 就是 我覺得一個人的小小 似乎是會令到 就是整個日本的民眾 都是有些反思 或者是 令到他們 就是可能 對外 或者是 變回一個正常的國家 這個信念 都是越來越強 所以 拭目以待 看看 究竟未來的一兩年 那個 就是修憲的進度 是不是真的會做 這個都要 小心一點 看看情況 那麼 日本的野狀 有沒有什麼話題 就是想說 或者想補充 回 就沒有什麼 我反而想補充 一個評論 其實我覺得安倍 再次 這個 亦都表示 我是幾 不是一個政治的 一個人 的專家 因為 其實當初 安倍上台的時候 我對他 亦都沒有什麼 存有很大的 一個期望 當時他所說的 三支戰 這樣來說的話 其實 是不是真的可以 能夠帶動整個 日本經濟 可以 翻生 這樣 事實上 大家知道 現在 日本央行 就是 黑田 其實都是安倍 捧了上去 所以 黑田 他的 現在正在行的 貨幣政策來說 基本上都是 其實全力支持 安倍的三支戰 的一個方針 希望可以振興經濟 但是當然 大家都看到 其實不太行 所以經濟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場 不過我覺得 安倍 比如說在 就業市場方面 提升了 女性 在日本企業的 起碼 數字上 比例上 是有些 比較明顯的 改變 亦都令到 以我所知 就是說 多了日本女性 甚至乎 已經結婚了 日本女性 再次 進入 就業市場 這些都是 在文化上 帶來了一些 改變 而反而 我特別有印象 就是 其實安倍在他 執政這段時間 來說 對中國的態度 其實都出現了 一些變化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印象中 初初的時候 安倍是比較想 靠近 或者跟中國的關係 是做得好一點的 那時候我還記得 譬如說 江澤民的時候 去日本訪問 其實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做了很多的一些 事好的事情 但是 去到現在的 中國領導人來說 就開始 似乎 我不知道他覺得 不是 不同人 不同的風格 或者可能大家那個 相近性 沒有那麼相近 我想安倍晉三時代 應該已經可能是 胡錦濤 就未必是江澤 胡錦濤 沒有什麼想 是 所以 這個我不敢很肯定 但是我覺得 他是 整個政治的 生活來說 對中國來說 那個立場 是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 一個變化 由最初是比較 靠近到 後來是 是 明顯地是 就是 強硬了 這個 除了女性 剛才說 推動女性的 一個工作 或者一個 女性的地位 其實他推行這個公司 即 公司 企業本事的 一個改革 也是 就是 令到日本 可以說是 日本很多公司 一個 一個更加趨向現代化 以及 和國際接軌 這個 我覺得 對日本 有一個長遠的影響 嗯 有一件事 我也很記得 就是 當特朗普 大家 雖然 兩位不太喜歡他 但是 事實就是 當特朗普 正式就任 美國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 是 沒有什麼 國家元首 可以用正常的途徑 可能經過 國務院 或者怎樣 聯絡特朗普 去跟他見面 那時候安倍晉三 就是 特意飛過去 就是 這個美國 去找 跟特朗普去聊天 包括 好像是去過 那個 那個莊園裡面 去打 那等等 那 特朗普都去過 日本訪問 那當然 那時候 就是 我記得奧巴馬的時候 就吃一間 很傳統的 一間壽司店 那間 好像餐廳 就是 銀座裡面 只有十幾個位 這樣子 但是以特朗普的性格 就不值 生意 那他要吃一件 大件 就是 大塊的牛 等等 所以那時候安倍晉三 就帶了他去吃 鐵板燒 那就是 見到每個總統 都是 有自己的不同的文化 那所以 安倍晉三 就是 那時候就說 就是 做你 做美國的走狗 去到這樣 就是人家一上任 就馬上去 那時候也有很多小分行 這樣說這些 但是 正式就建立了 就是 跟日本的關係 你會看到 那一刻 會更加移過去 跟美國是更加親近 那 那個 關係是非常之大 那 另一方面 我也是很印象深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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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 就是東京奧運會之前 就是 這個 就是 在 倫敦的 一個奧運會 那時候 你知道 每個奧運會的閉幕 都是下一任奧運會的 就是 元首 或者 可以 有些表現 就說 下一屆 就在哪個地方做 那 日本一向都是對於我來講 就是 最喜歡 當然都是 動漫的文化 或者一些愛情動作片的文化 但是 這次 居然是一個 就是 在奧運裡面 用這麼多卡通的元素 等等 我都覺得 哇 非常之眼睛 而且是很生動 很有日本的文化 在那 那 初次用Mario 都覺得不奇怪 那時候 就是經常打遊戲 一出來 你看到這條片 是他 其實 我覺得是 我不敢 就是 拍案 非常之好 就是 安倍三思 之前雷總經常說 我實際上也講了很多 所以我儘量 不講得太多 就是安倍三思戰的經濟學 但是 那時候就說 成功 就是舉辦這個 就是奧運會的時候 都是第四支戰 就是 令到他 就是有機會可以 就是 就是 令到那個 就是傳統來說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正常來說 奧運會是會帶動到 那個地方的經濟 那當然是 想不到原來是 就是 有個疫情在這裡 搞到是 就是近這幾十年 一個最沒有觀眾的一個 就是奧運會 這個也沒辦法 那所以他扮 超級魔王 去宣傳東京 或者整個日本 我覺得 印象非常之深刻 比起就是 某些東亞的地方 一些強國 譬如好像北韓那樣 就是 說你像一個 就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又要整個國家封殺 又不喜歡 什麼什麼的 其實 就是 為什麼不可以 一個領導人 是做一個卡通人物 又提供你國家的一個文化 其實 就算英女王 在白金禧的紀念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 你們兩位有沒有看 其實有一條片 都是跟 就是 在英國裡面 一個傳統的一個comic 就是一個 Paddington那個 啤,那個熊仔 是 就是 一個方式 是令到 他 就是跟他吃一個 high tea 其實是 就是 一個很貼近英國文化 那所以 英國本舖人 我看到一看完之後 覺得 哇,很溫和很甜蜜 因為 就是覺得是 很親民 很 就是 居然是 就是 女王是會 書穿降貴 是會跟一個 Paddington的一個熊仔一起 high tea high tea 又是一個英國文化 Paddington就問一下 女王 你的袋子是不是 有些什麼國家的機密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就是等等 就是 有一種這樣的幽默 就是 當然 當時奧運 我已經覺得很厲害 那他找了 Daniel Craig 就是 James Bond 去帶領女王 去出席奧運的儀式 那我已經覺得是 非常之很好 那所以 每一個國家元首 都是很致力 推廣國家的一些文化 等等 但是很會 一些東亞 就是北韓這些 講到一些壞話 或者說 某些卡通人物 已經是 那這些就 沒什麼辦法 我覺得一些東西 是可以放鬆一點點 其實 就是 民眾是 眼睛是雪亮的 其實就 不需要 這麼 這麼繃緊的 這個都是 我自己一個 所看的看法 那 講安倍或者講日本 都差不多 那 就是 對他的印象都是 非常之好 那 希望他安息 或者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媽媽 都是 白頭用送 黑頭人 那這個真是一個 非常非常 的一件事件 那希望 可以 可以 就是 家人可以安息 那 下次回來再去第五節